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发生在1944年到1945年 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在湖边的一处房间内 四个男人银行长 法官 公爵和主教为坐在一起 他们正在为自己即将建立起的新世界 拟定一本新的法律 四个人甚至推训出银行行长作为总统 乡下田间 一群男人骑着自行车玩耍 为首的帽子男远远地就看见了法西斯军队 骑着自行车 这是掉头就跑 最后还是被四个轮子的汽车给追上了 帽子哥就这样被抓走了 另外一边在其他地方还有三个英俊的男子也被抓走了 最后一名男子艾兹奥被抓走时 一旁的小男孩跑了出来和他告别 在那个年代被法西斯军队抓走 无疑就是有去无回 这四名英俊男子正是四大巨头银行行长 法官 公爵和主教 为新世界精心挑选的贴身守卫 换好军装的爱造死人将四大巨头的女儿们押到办公室内 公爵起声说道 为了让他们命运永远相连牵涉彼此 他们将分别迎娶彼此的女儿 四名女儿也丝毫不敢反抗 只能默默地接受 随后四大巨头来到了一处废秀的教堂 亲自挑选优质的未成年男女 他们命令男孩脱掉衣服 以此来判定他们是否足够完美 紧接着又马不停蹄来到下一处 开始了新一轮挑选 不明所以的女生爱娃被叫了出去 然后在四大巨头的面前被迫脱下了衣服 供他们戏上 四大巨头像选商品一样 挑选着一个个完美的少男少女 九名女孩 作为接下来新世界的玩乐对象 一切准备就绪 去往新世界城堡的路上 一名男孩趁士兵不注意 跳到了卡车上 想要逃跑 结果当场直接被击毙 小插曲过后 所有人再次启程上路 虽然只剩下八个男孩 但是是阻挡不了四大巨头兴奋的心情 很快一些人到达了城堡 四位巨女早早等候在了这 他们带着四大巨头走上了城堡二楼 少被四人压着其他十七名少男少女 来到城堡前的空地 在这里 四大巨头就是最高的统治者 而楼下的少男少女 就是为了取悦他们的奴隶 公爵告诉楼下男孩女孩们 来到这儿 任何法律都没有用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儿 对于这人来说 他们已经死了 之后银行行长颁布他们拟定的新世界法律 所有的男孩女孩每天必须准时即合 听老巨女讲各种故事 只要四大巨头听得开心了 他们可以随时打断 晚餐之后将举行各种释放欲望的庆祝活动 他们必须服从各种要求 就在法官还在宣读法律时 角落里正在偷听的仆人引起了公爵注意 他不耐烦的命令守卫将他们赶走 守卫艾兹奥前去开枪驱赶他们 在拐角处 艾兹奥见到了还没来得及跑的黑人女胡 二人对视两久之后才各自分开 法官继续说道 城堡内不允许男人和女人私交 也不允许有宗教活动 如果犯了错 就会被他记在本子上 然后得到惩罚 至此所有的法律条文 规章制度都宣读完毕了 所有的男孩女孩也被押入到房间内 故事正式的进入第一章 这一天老妓女瓦卡丽夫人精心化好妆之后 尤雅来到大厅中 所有男孩女孩和四大巨头早已等待两久 在另外一名妓女钢琴伴奏之下 瓦卡丽夫人开始讲述起 自己小时候和老教授的黄色故事 一旁的男孩女孩天真的听着 讲到一半时 法官站起来打断瓦卡丽夫人 表示自己想要听细节 那样才更刺激 瓦卡丽夫人一听立即起身 一边卖弄风骚的跳起了舞 一边更加详细讲起自己的性经历 即间听到激动的主教 拉着一旁的男孩直接进入到厕所 但是没一会主教就气冲冲的 踹出了男孩 并要求法官给男孩系上一次过 理由是他无理的拒绝了自己的性要求 法官答应了 看到主教性质全无的坐在一旁 老妓女卡斯泰利夫人表示 自己可以帮她 主教扭头看了她一眼 决然的拒绝了 然后让瓦卡丽夫人继续讲述故事 听到令人兴奋的地方 法官直接让一名男孩帮自己解决 不会暴力的故事和现实画面的冲击 旁边一名女孩再也坚持不住 她冲到窗户前就想要跳楼 最终还是被守卫罪人给抓了回来 很快就到了午餐时间 负责上菜的是四代巨头的妻子 也是他们的女儿们 自然置身裸体端上了菜 其中一名还被绊倒侵犯了 没有人上前制止 银行行长也信指伯伯加入到被侵犯的行列 最后公爵带着众人唱起了法西斯歌曲 午餐结束之后 瓦卡丽夫人叫走两名守卫 帮自己来颁假人 然后她叫来女孩们 开始手把手教她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用手 服侍统治者们的下体 瓦卡丽夫人不顾女孩的哭泣 教得十分严格 一旁的四大巨头也十分满意 守卫四人打开一扇门 之前想跳窗的女孩倒了下来 她已经被割喉杀死了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 现在只剩下八个女孩八个男孩 紧接着瓦卡丽夫人不顾倒在一旁的女孩尸体 继续讲起了四季的黄色故事 讲到一半 银行行长突然问道 如何确定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的真实性别 公爵立刻提议让他们取房间 然后同性确认一下 就是让一名士兵猥亵男孩 让瓦卡丽夫人猥亵女孩 四大巨头坐在屋子的另外一边 看着一切 公爵突然意识到只有当权之人 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而他们创造新世界 真的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士兵和瓦卡丽夫人 一前一后的说道 男孩有了反应 女孩也有了反应 他们证明了自己性别 最后四大巨头起身 表示城包里第一对夫妻有了 还为男孩女孩举行简单的婚礼 主教做了进展人 之后四大巨头赶走其他人 要求新婚的二人在小屋内现场原房 男孩女孩照做了 结果公爵和银行行长没看几分钟 就分开新婚的二人自己上场了 法官也走了过来侵犯了公爵 事后喝得明听大醉的四大巨头 在房间里聊起了天 法官说 世上一切伟大事物的准则 早已被鲜血所洗涤 没有了鲜血就没有宽恕 这是法国世人波德莱尔的诗句 银行行长反驳道 这是德国思想家尼采说的 法官又说道 不是波德莱尔也不是尼采 是欧洲无政府主义流派的达达说的 李坚的主教自言自语的说了起来 再怪异的想法也值得被尊重 因为这些总是源自对精致品味的追求 最后几声走了出来 又到了老季女娃卡丽夫人 讲黄色故事的时间 她这一次讲的是一个去色鬼家 结果被当成了狗屎的故事 巨头四人听得津津有味 主教立即拉起一个女孩到厕所 强迫她在自己面前排泄 娃卡丽夫人扮狗取悦男人的故事 启发了四大巨头 他们命令所有男孩女孩像狗一样 一边叫一边爬到餐厅 四大巨头向他们抛食 还让他们必须像狗那样抢食吃 不然就会接受严厉的惩罚 还会被记上一大过 法官残忍将铁钉加入面食粥 喂给一名女孩 女孩吃下去之后 痛苦的惨叫了一声 嘴角流下了鲜血 但她却不敢吐出来 午餐后伴随着悠扬的钢琴声 娃卡丽夫人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 其中有一名少年也已经臣服于公爵 一个女孩受不了误会的故事痛哭起来 旁边的女孩爱娃赶忙安慰的抱了抱她 之前拒绝主教的男孩也在地上写下了神啊 第一章就这样伴随着娃卡丽夫人的故事结束了 第二章节是吃屎天 老妓女马基夫人收拾好妆容后 便来到了大厅 在银行行长的要求下 马基夫人还展示自己美丽的臀部 最后才开始讲述起自己亲身经历 如果说娃卡丽夫人的故事很慌很变态 那么马基夫人的故事则是十分的恶心 她讲述自己曾经在嫖客面前拉屎 然后她又吃掉的故事 赤身裸体的男孩女孩围坐在四大巨头的身边 聆听着误会恶心的故事 马基夫人又说道 自己母亲阻止自己出门接客 而自己选择毫不流行的杀了她 一旁的公爵站起来 赞同马基夫人的做法 还表示自己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 就在这时 一旁的短发妹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 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因为曾经她的母亲 就是为了保护她而被淹死的 公爵也注意到了哭泣的短发妹 但并不是联系她 而是根据马基夫人的故事 想到一个更骗代的惩罚 短发妹一边痛哭 一边祈求上帝 法官听到后果断记住小本子上 公爵在大庭广众下拉了排泄物 逼迫短发妹用勺子吃下 可怜的短发妹一边泪流不止 一边照做了 这里也解释一下 电影中的排泄物军事 巧克力和橘子做的道具 钢琴声再次响起 马基夫人继续说起 关于排泄物的恶心故事 听到一半的银行行长起身 去厕所开心一下 马基夫人的故事 给了四大巨头新的灵感 坐在办公室里 法官提出 为了不浪费食物 他们应该效仿 马基夫人的故事和建议 收集城堡里 人们的排泄物当作食物 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了 他们认为这样就很刺激 说干就干 银行行长立马来到 男生女生宿舍 收集排泄物 中途遇到不听话的 他还会将名字 记在小本本上 午饭时 法官还想迫一名男孩 穿上婚纱嫁给自己 玩了一个结婚小游戏 很快四大巨头妻子 就推着午餐上场了 满满的排泄物 溢出屏幕的恶心 但是四大巨头 确实的十分享受 午餐后就到了 马基夫人的故事 讲了没几句 马基夫人就和主教跳起了舞 一边跳一边说着 又黄又变态的故事 听入戏的公爵 拉着一名女孩来到厕所 他让女孩向自己的脸排泄 以此来得到满足感 完事后 公爵走出了厕所 看到搔手弄姿的马基夫人 决定组织一个 臀部选美大赛 马基夫人安排好一切之后 让四大巨头走了进来 他们关了灯 看着眼前赤裸的臀部 十分满意 而这场比赛优胜者的奖品 就是立即处死 公爵迫不及待欣赏着男孩女孩的臀部 最后四个人一致选出 一个男孩为获胜者 一把手枪抵在男孩头上 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 枪装没有子弹 原来法官只是吓唬吓唬他 因为审判日也还没有到来 马基夫人继续讲着他的故事 这第二章节也就缓缓的结束了 第三章节是鲜血篇 房间内银行行行长法官和公爵 换上了女人的裙子 戴上了女人的配饰 对着镜子精心打扮一番之后 三人走出了房间 去参加自己的侍从的婚礼 另外一边主教早已准备妥当 男孩女孩也在周围小心翼翼等待着 走进大堂 公爵看着死气沉沉的气氛 直接怒了 这哪里像是婚礼 分明更像是葬礼 三人怒气冲冲的 让男孩女孩大笑唱歌 可是看着凶神恶煞三个统治者 一群男孩女孩哪敢笑 银行行长三个人怒不可恶 说要惩罚他们 就在这时 一直以来帮忙绊造的钢琴老师冲上前 拉起瓦卡丽夫人表演起搞笑情景剧 成功盗笑了现场的孩子们 大堂内一片欢声笑语 然后钢琴老师又跑回角落继续伴奏 这才平行银行行长法官和公爵的怒火 三个人分别和自己侍从交换了戒指 在主教的见证下 完成了荒唐怪诞的婚礼 深夜 主教来到男生宿舍查房 临走时之前拒绝了主教的男孩 拉住他 他向主教举报一个女孩违反法律 私藏男友照片 主教来到女生寝室 找到了那名女孩要走照片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女孩为了保命 供出好友爱娃和另外一个女孩私交的事 主教生气 拿出枪找到爱娃 怎知爱娃又说出一个秘密 四大首位之一 艾兹奥和黑人女仆私交 诶 主教简直不敢相信 清晨天罡朦朦胧胧的亮起 爱娃带着主教和其他三大巨头 找到首位艾兹奥的黑人女仆私通的地方 眼见为食 这下四大巨头们不得不相信了 他们踹开门 看着慌张不已的艾兹奥 举起手枪 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艾兹奥 举起代表反抗的左手 握拳 看着坚定不移的艾兹奥 四大巨头顿时有些慌了 但是下一秒 他们还是决然地开枪 杀死艾兹奥和黑人女仆 因为四大首位少了一人 便由一名臣服于四大巨头的男孩 补了上来 他拿着枪嘲笑着与他 曾一同受虐的同伴 仿佛自己未曾遭受过虐待一般 四大巨头走了进来 公爵念出既在法官小本本上有罪的人 除了一名服侍过公爵的男孩外 其他人都被点到了名字 公爵让他们戴上蓝丝袋 等待最后的惩罚 最后老妓女卡斯泰里夫人来到大厅 伴随着悠扬的钢琴声 她开始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她和瓦卡利夫人马基夫人不同 她讲述的故事充满了血腥暴力 和惨无人道的刑罚 台下的男女们 只剩下身为守卫的男孩 和服侍公爵的男孩 其他男孩女孩则被丢在粪桶内 最后的审判到了 公爵带着四名手下在高层的最佳位置 拿着望远镜 看着银行家主教和法官 对少男少女执行着酷刑 悠扬回荡的钢琴声停止了 四名妓女中钢琴老师 从未讲述过自己的故事 她起身走到楼上 看着楼下男孩女孩们 遭受痛苦的刑罚 内心痛苦不已 选择跳楼自杀 很快轮到银行行长 在高处关上刑罚 这是他们商量好的 以便于享受各种位置 带来的刺激和快感 然后是法官主教 他们的刑罚各式各样 割舌八头皮 挖眼珠上吊等等 十分血腥变态 影片最后 有没有看到楼下暴行虐待的两名守卫 换掉了音乐 伴随着悠扬的舞曲 一起跳起华尔兹 还聊起各自的女朋友 影片索多玛120天 表面看及各种情色内容为一体 画面内容十分的露骨 但电影讲的其实是 法西斯对于群体的压迫 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 而弱者只能选择被动接受 电影从发布至今 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他大胆直接 也有人认为他误会暴力 但是在纳粹统治的18个月里 他们屠杀过超过7万人的 萨罗共和国人 4万人被肢解 期间发生的恐怖暴力 虐待事件可想而知 事实只会比电影更加残忍 还是老规矩 对这部电影有什么其他看法 欢迎留言 喜欢但美解说 觉得还不错的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